然后他他现在在布拉蒂有自己的账号 绿色的威仪没有了 绿色的威仪就我这一件了 起点下波不太确定啊 咱们不太确定 都被隔离了 那就不要乱跑嘛 不要乱跑 因为我据我所知隔离的费用也是自己掏 是不是 你们这没啥钱 对象在旁边 没有啊 对象没有 没在这儿 周四更 咱们周四更 好喜欢听你讲故事 那你们想听什么故事 我可以给大家讲 讲什么故事 然后我哄大家睡觉 小朋友们 马上就要睡觉了 在这里呢 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 故事叫什么名字呢 来 有没有 我的好朋友们 小朋友们 想听什么故事 叫爸爸 来 给你讲故事 好不好 借钱的故事 借钱的故事 好的 你们想听借钱的故事 是不是 单亲 单亲 单亲小朋友 你想听借钱的故事吗 据我所知 这件事情跟你也有息息相关的 对吧 想吃狗粮啊 想吃狗粮啊 就讲我自己的故事太长了 嗯 讲我的故事太长了 那我就给大家简简单单讲一个故事吧 就讲一个就是 就讲一个前段时间发生的故事 嗯 就让你们知道就是 其实我的剧本一点都不假 生活当中其实更假 来 就生活里边的故事 其实更乱 啊 呃 那是一个 平凡 不能再平凡的夜晚 我 如同往日一样 在酒吧里 等着我的顾客 来消费 啊 突然 有一桌 看起来 有一个是我的菜 然后他就点了一瓶酒 跟另外的朋友在那喝酒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小孩非常的可爱 嗯 非常的可爱 但没想到呢 这个小孩 喝着喝着就跑到我这来了 然后他说他是我的粉丝 然后要跟我喝一杯 然后我就跟他喝了一杯 然后第二天 他也来了 然后我叫他过来的 结果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小孩 穿着三叶草的一个黑色的一个裤子 然后呢 肉肉的 脸嘟嘟的 嗯 是一个小沸沸 很可爱 戴着小眼镜 眼睛挺小的 嘴巴也小小的 鼻子也小小的 嗯 脑袋也小小的 典型的是我的菜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就挺感兴趣的 然后就加了微信 第三天他又来了 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一起喝酒 喝的挺多的 他酒量就不太好 那个时候才知道他其实不经常来酒吧的啊 再后来我们就是一起去吃东西 因为喝完酒以后就去吃东西了 吃了什么牛蛙之类的 然后在那个饭桌上又喝酒 在喝酒的前 前面呢 他就喝多了 他已经喝多了 就是就去那个 吃牛蛙的时候 他已经喝多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他扶到座位上 我就说 保证你趴一会儿 他就趴一会儿 结果这个时候我们正在那吃 吃喝喝 在那边笑呢 这个时候 突然有人说 他吐了 我说吐哪了 吐哪了 他们说吐桌子上了 我就赶紧把他扶起来 然后吐的这个胸前 全都是 全都是东西 然后吐了一桌子 然后我就叫老板娘 拿东西过来 然后就擦桌子 然后擦他的嘴 擦他的手 擦他的胸前的 这个脏的东西啊 然后我就哄他睡觉 我说哎呀 那个还晕不晕 他说不晕 他就在那笑 我说不晕 那你就再躺一会儿 我们马上就结束了 结果 就一直躺到 我们结束嘛 结束以后 然后我就把他带回家了 因为他没地方去啊 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就是 我也不希望他流落街头 我也不可能说 在他喝多的时候 我要死温他家里住哪 我就说 那你去我家吧 嗯 那你去我家吧 结果我就把他带回去了 带回去以后呢 他睡觉 他肯定得脱衣服嘛 嗯 好客 咱们说好客 那肯定得脱衣服嘛 那他自己肯定脱不了 我就得给他脱 脱 然后就给他脱了 嗯 脱了 脱了以后呢 然后就睡觉 睡觉 然后第二天醒来 第二天醒来 然后他也跟 就是我就看着旁边的他 他就 就是 他睡觉有一个特点 嗯 他睡觉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是笑着睡 他是会他笑着 就是他睡觉的时候 他是咧着嘴睡 就笑着 然后我就望着旁边的他 然后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然后结果他就去上班了 结果第二天要下班的时候 他说能不能去你家找你 我说不能 因为当时我就会觉得说 可他发展的太快了 结果第三天他又问说能不能 他说我说能 结果他就在我家又睡了一晚上 后来他就走了 走了然后再后来他又去我的店里 带着朋友又来喝酒 然后又喝多了 然后又把他带回去了 然后又住了一晚 然后又过了 那天好像是个周末吧 然后他就说 我说你周一是不是要上班啊 我说你要不要回家换一件衣服去 因为当时就会觉得进展太快了嘛 因为也没发生什么 但是我会觉得说 就他就住在家里不太不太合适吧 我觉得因为也没确定关系啊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保守的 后来他说周一我就不去了 我说为什么不去啊 他说我辞职了 我不打算在那干了 我说哦 我说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他说我下一步想 想那个做那个程序员 想就做马农 然后想去学一学 然后平时呢 找一个找一个就是零食工 去做一做兼职 然后这样呢 既能解决自己的升级问题 然后又能去学习 我说那挺好的 我说那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们店里正好也招那种兼职的服务员 要不然你就来 他说可以 我说那你住的是不是太远了 他说本来他就打算换地方 我说那挺好的呀 我说这个正好我这边呢 就是缺一个那个什么 那个保姆 就像这 我说你看我 我这边缺个保姆 旁边还有一个小屋 旁边有个小屋 你要是 你要是就是不害怕的话 咱们说 就是咱们说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 你可以住那个小屋 然后你就平时呢 帮我捋捋狗 收拾收拾屋子 然后没事呢 去那边 去我店里呢 帮我去那个就是忙活忙活 因为周五周六会比较忙 然后每个月我给你5000块钱 我供吃住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反正我也不觉得就是 我也不觉得就占人便宜 但是我当时我也是想着说 接触接触 咱们就说接触接触 接触接触如果要合适的话 咱们就是走在一起 我也是跟他这个意思 他说可以的 嗯 他说可以的 结果呢 就接触嘛 接触 然后感觉也挺好的 但是呢 一直都没有发生那个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身材 虽然说不是特别胖 但是 我一看他的身材 我都知道 可能我俩 那方面不太和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 我一看他的身材 我就知道不太和谐 但有的那种身材 我一看我就知道是和谐的 所以我就一直没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呢 日久生情嘛 咱们说 咱们说日久生情 咱们说日久生情了 怎么 就是他想发生了 但是呢 我又 我又觉得说 我又跟他说 我说 咱俩就先接触一个月 要合适的话 咱俩在发生那一步 要不然的话 你说你在 你在这受了委屈 你说这不好吧 然后他 他就说知道了 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 还是想发生关系 后来我也是觉得说 哎 或许都到一个月了 咱们就发生一下关系吧 因为平时也在亲亲抱抱 但是呢 就没有发生那层关系 我说那亲亲抱抱都做了 你干嘛要装啊 对不对 后来就发生了 果然不和谐 果然不和谐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时间太久了 so long 然后 so big 就是 可能他 就是 对 就是 反正就是不太和谐 对 对 但是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关系 相反的 就是发生了这次不和谐的关系 以后呢 就是 其实我会觉得说 那既然发生了 就是 发生 既然发生了 咱们就是那种关系了 嘛 就是 就是想去尝试接触 就是 就是类似于男朋友的关系 那我就说那可以吧 然后 但是呢 嗯 从那以后我就突然发现一点小问题 就比如说 嗯 他就开始迷恋于酒吧了 正常的 我是拿他当 当 呃 就是 虽然说是 是在接触的男朋友 但是 我希望他能撑起一个老板娘的一个职务 就是 嗯 在店里要 要去 要去有一定的威严 或者说能 就是 起码呢 你不能跟员工打成一片 但是呢 他可能年纪比较小 他就跟员工就是走得特别近 然后呢 下班 就是他没什么事 他也在店里 陪他们喝酒 这就导致了说 嗯 就是我让他去做一些事情 他就因为喝酒 他就没用去做 再后来呢 就会发现他就是 害怕我 因为我总去 叫他做一些事情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哎 我像他爸一样 然后 有的时候说话也比 我 我这个人说话也比较简洁 可能就是有一种命令的口吻 啊 所以说他就 逐渐的 嗯 就是会 有点害怕我 更愿意去 跟店里的员工去走得特别近 呃 紧接着呢 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还好 但紧接着就因为 七八月份的时候 呃 突然的就是 深圳就来了疫情 酒吧就开不了了 嗯 酒吧就开不了了 然后 因为 我这个人可能可能就是想法比较快嘛 我说那既然疫情来了 那我就赶紧把芝麻二拍了 紧接着我就紧锣密鼓的让 这个北京的拍摄团队和这个演员赶紧来深圳 我们就要筹备开拍这件事情 然后呢同时我要我也趁着这个疫情不能开业的情况下 我就把酒吧装修一下 所以说就导致了就是说其实那段时间我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虽然说酒吧不营业 但是那段时间我每天要面对装修工 还要面对剧组 还要面对这个可能演员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个时候呢 因为装修的时候 我们要去拍其他的景 我们就不能在店里 所以店里呢 就是装修的时候肯定是要有一个亲近的人去帮我看着店 要不然装修队可能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店里 咱们也不知道装修队会不会拿这些东西啊 而且呢就是每天要有人一个人去开门啊 就是装修队来了以后你要去开门 不能把钥匙给装修队嘛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拍摄也比较 因为我们总共拍摄才用了13天 就把这个剧情全拍完了 所以当时就是每天都非常赶进毒 然后再加上演员前三天的时候演的特别特别差 演员前三天 赫瑞和那个灰灰他们一直进入不了状态 所以就演得非常差 而且我们是一级一级的演 就是从第一集 就是他们就演得非常不好 所以当时就是心里特别的烦躁 那段时间就是每天都有很多的工作量 所以早上的时候我就吩咐我这个 就是接触的这个小朋友 就是给那个装修队开一下门 结果那段时间他可能也是因为玩疯了吧 他就每天他晚上都不睡觉的 白天他起不来 经常呢就装修队给我打电话 我们已经在拍摄了 然后装修队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没有人来开门 然后我就给这个小朋友打电话 我说你那个装修队都在那个门口等你呢 你稍微快一点 他每次都是我说他才去 然后就是九十九之我也烦了 我说在我就是 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或者说在忙碌的时候 然后装修队还给我打电话 说没有人来开门 我就挺烦的 我就说实在的 然后我可能后来我的情绪也不对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开门 不都告诉你 就是说九点去开门吗 他每次他都起的特别晚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他还不睡觉 晚上的时候他就不睡觉 然后那段时间因为拍戏特别特别 特别特别感 然后装修队的事也多 后来我们在马上就要拍完的时候 马上就要拍完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那个 去那个就是民宿去拍一个 类似于综艺的一个节目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离家三天 我暂停离开的时候就跟他说 我说照顾好猫狗 然后三天就回来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在拍视频 然后他这个时候还 我们还亲了一下 抱了一下啊 结果我拍的第二天的时候 就是拍视 就是我跟龙二还产生了一点点分歧 心情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然后他这个时候 他突然也心情不好 他就说 那意思就是想我了 我说我还有一天 你坚持住了 我还有一天我就回去了 然后我说那个 等会儿呢 有一个安柜子的师傅会过来 你在那个 你去店里等 因为那个时候装修也装的差不多了 只剩安柜子了 然后他说好的 我去 结果呢 因为我们在忙碌 而且就是在直播 所以就没有看手机的内容 他就给我发东西 他说安柜子的师傅还没来 他已经等了四五个小时还没来 然后我就没看见嘛 没看见 然后他其实就有点烦了 烦了以后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 就说他晚上九点多 要去跟朋友要去别的酒吧去喝酒 说不能不能看着了 我说 我说那你 我说那你再等一会儿 我现在马上催那个装柜子的人 马上就过来 结果装柜子那个人 要晚上十点多才能过去 这个时候他又 因为他 以他的口吻是说 你都没有想过 你每次只是 干活的时候能想到我 现在我要跟朋友去喝酒了 我不能去等 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在店里 等这个安柜子的师傅 已经等了一天了 然后当时我跟罗二爷 有一点争吵嘛 就是 有一点点争吵 然后我心情也不好 我说那行吧 我说那你 那你走吧 我说咱俩不太合适 我说你把钥匙放在那吧 我说咱俩接触了这么长时间 确实也是 我就不用你了 我就不用你帮我 守着店之类的了 我说你就走吧 然后把钥匙留下就行 然后我就 因为我们拍摄地点 离我住的地方 大概有20多公里 然后又打车 从那个吃饭的地方 然后回到家里 回到店里 回到店里 然后这个时候就迎面 就迎来了 我说那走之前 咱们就聊一聊 他说不聊了 结果还是遇到了 遇到以后 我们就在阳台上 就说着彼此的一个委屈嘛 他就说自己多委屈 他说跟我在一起 没有体会到那种恋人的关系 然后说什么 我就像他的老板一样 每次跟他说话 我 然后当下呢 我其实 不是生气 我其实当下 我不是生气 但是我会有一点点 就是会觉得很累 因为那段时间 其实 我的忙碌 其实是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 因为没有太多的精力 去 哎呀 估计太多东西 你想想装修队也找我 剧组也找我 演员也找我 这个时候就是 我很希望就是男朋友 能帮我去分担一些事情 而且 其实这些事情 在我眼里 我不觉得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事情 就无非就是 你在店里坐着 等那个装修师傅 确实也是忽略了 跟他的一些交流嘛 可能让他会觉得说 哎 就是 白里托夫好像 就是拿我当一个工具人一样 嗯 拿我当工具人一样 后来 他就说了很美 就我 我就跟他解释 我说 我说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 就是 我 我冷落你 我故意冷落你 我说 我真的很忙 我每天就是真的 无数人找我 然后什么都要我去做决定 我真的有的时候 就是会分身乏术 我说我要是能 我要是能有一个硬分身的话 我 我真的 我也不希望就是说 让你每天 九点钟去开这个 店门 我也不希望就是说 呃 耽误你睡觉的时间 我说我何必呢 对不对 我要是真的能忙 忙忙开 我是一个 凡事都讲究 亲力亲为的一个人 我是这样的人啊 然后我 其实我也越说越生气 然后他就说啊 那个 那个什么 我冷 就是就是对他不好之类的 我就跟他说一句话 我说 我说要是我偷着 就是就是就是 闲着 你抱怨也行 我说你的男朋友 就是拼命的在努力的生活 我说我拼命的在拍戏 拼命的在装修 拼命的在工作 我每天就是 我工作下来 我每天的脚 我都是肿的 因为肿站着嘛 总 你就演员演戏的话 我都得先给他们演一遍 因为真的导演 其实你们不知道导演有多辛苦啊 就是你们看到的 就是因为你们看到的可能是演员 他演得很好 然后你们 你们就会觉得他演技很好 其实真的导演要做的东西比演员要多上 两倍吧 至少得两倍 因为导演既要负责拍摄方面的东西 要负责演技方面的东西 就是 就是走场啊 然后就是不光啊 这些东西全都是导演 我当时我就会 我就说 哎呀 如果说我真的是 闲着了你这么抱怨 也行 我说 就是你 我都忙成这样了 我说你 你作为我的男朋友 你 你居然为了要去跟朋友去酒吧玩 然后 就让我从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跑 跑回来 你明知道我在工作 你你为什么就是 要要做这么一早呢 我当时我就不太懂嘛 对 我就不太懂 就是 我都已经忙着那样了 真的给我气过相 所以我就回来了嘛 我也是生气了 我说那你走吧 我说你现在可能不了解的事情 可能你过几年你就会了解 我说你现在不 不去 不去 正视 或者说不去 不去珍惜的这个 恋爱的一个对象的话 可能以后你也遇不到这样的人 因为我 如果说 我站在我的角度的话 如果说我的男朋友很忙 或者说我的男朋友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人 我会非常开心 我会非常非常开心 就他忙怎么样 我会非常非常开心 但当时可能 在他的眼里就是 我就是拿他当那个员工一样 但其实说真的 你们想想 去开个门能有多累 就你们仔细想想 就是 我让他做的事情 不是让他去搬东西 不是让他去刷墙 不是让他去就是 就是跑腿 来和跑腿 是让他就是 开个门 盯着点装修队 你就在那坐着玩手机 你哪怕你没睡着 你去那睡觉都可以 对 只是就是 只是就是开个门而已 我说 这我也算为难你了 反正我就说 我就说完了以后 我也很生气 我说你走吧 嗯 我说你走吧 我说咱俩不太合适 然后他 他就走了 走之前 他又说了一段话 其实就是 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他也没明说 但是后来呢 他又走了之后 又给我发了一段 微信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知道自己错了 如果说有 有那个可能的话 知道以后 嗯 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做了 之类的 然后我也想 这孩子 其实年纪不大 24岁 爱玩就爱玩吧 就那你没办法吧 你没办法 而且就是 确实这些东西 也是你自己的工作 对吧 你表面上说 哎 那个你男朋友 要帮你分担 但是其实这主要的东西 还是你应该你自己承担 我是会觉得一个男人 就是 别人体谅你可以 但是别人如果真不体谅你 也就那么回事了 啊 就是我觉得一个小朋友 他可能也真的体谅不到 这个这个东西 他们满脑子 还真的是玩啊 我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 哎 我说那你就别走了 我说那 要不你再试用期一个月 我说那你 家里还是缺包摩 你就先 你就先 先带着吧 嗯 对 我说你就先带着吧 然后他就非常开心 然后他就 他说啊 那我回去找你 我说不用了 我说你不是 跟朋友约着 那个要去酒吧吗 我说你要跟朋友约着去酒吧 那你就去吧 因为疫情期间 我们这个酒吧开不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酒吧 印象酒吧 它是能开的 我说那你就去吧 结果 结果那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是印象酒吧 我以为是就是 我以为就是那个普通的酒吧 因为印象酒吧 跟我们是同类型酒吧 严格意义上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也不是说闹得 特别不可开交啊 就是 但是呢 我当时我就问了一下 我说你去哪个酒吧 他说去印象 当时其实我就是 又有点生气了 我就在想 你作为我的男朋友 作为一个酒吧的老板娘 你怎么可能把咱们的顾客 带到其他的酒吧去消费呢 你们能懂吧 就是你可以带到直吧 你可以带到就是什么 就是小酒吧都可以 你不要带到咱们的对手的酒吧呀 但是我没说 就我没说这个事 我没说这个事 然后我就 就是因为那个装修师傅 也来了 也在那 也在那安柜子 安柜子以后 然后我就 我就安完柜子了 然后那天还是小微生日 我就又在网上订的那个生日蛋糕 然后我拿到了生日蛋糕以后 都已经快十一点半了 我就说 赶紧赶到十二点回去 给小微那个过生日 结果赶不回去嘛 因为我还要回家一趟 因为他跟我 他说他跟我吵架的时候 他就是 我们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没有锁门 我说那我赶紧回家去锁门吧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就是 就不想跟我出了 然后他也没锁门 因为钥匙就在他那嘛 结果我拿到钥匙以后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 我怕狗跑丢了嘛 结果回去的时候 门没有敞着 但是呢 门真的是没锁 然后一打开 一打开门 所有的灯都在开着 你们想想 就是家里所有的灯都在开着 是什么感觉啊 然后所有的空调都在开着 那个空调风特别特别的大 然后家里地上全是被狗咬的乱七八糟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就是他收拾东西的一些垃圾 这些家里好像就一点家的感觉都没有了 我当时就会 我当时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是他跟我分手 然后他连家他都不要了 空调也不知道帮我关一关 那个电 那个电费 咱们不是说心疼这个电费 咱们就说 你就是跟别人再撕逼 你随手关个空调都是可以的吧 我真的忍无可忍 我就说实在的 我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这是这是你生活一个月的地方 你怎么可能可以就是 怎么可以哦 怎么可以这样 就是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他妈的在哪 我说我限你十分钟赶紧给我滚回来 我就把他骂了 然后这边 我把门锁了 收拾一下给狗喂了一下 留了一下狗 我把门一锁 然后呢 我把这个钥匙放在那个门位 因为他回来他没有钥匙进来嘛 结果我这个时候正在等车呢 就看到一辆驻车车下来一个人 他就跑着回来了 然后他下车 他就说对不起 怎么样 我说没事 你赶紧上去吧 接着他就上去了 然后我就又坐了将近 二十多公里的出租车 然后又回到那个别墅区 给小微过的生日 就通过这次事情以后 我其实因为我们金牛座吧 就是典型的那种 就是当时发火 过后也就那么回事了 结果后续的我就逐渐的 也可能是因为我心里 真的是有一点点印记了 所以就是就觉得 后来就发现他有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 有一天那个 有一天那个 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营业呢 就是装修 就是小微他们 龙二他们刚走 我在店里收拾东西 因为这员工还没上班 就我自己在那上班 我就自己在那收拾 这个时候他在家里待着 结果收拾完了以后呢 我就往回走 这个时候我就碰到灰灰和 就是一个同事 他们在站着 我说你们干什么呢 然后他说 我们要去那个逛街 叫了那个小朋友 我说去吧 结果我就往回走 然后就过了一个路口 然后就到我家了 这个时候我就看那个小朋友 小朋友然后就跑着 往这边跑 他看到我以后 他愣了一下 因为他害怕我嘛 他愣了一下 他说就挺支支吾吾的 他说 我跟那个他们去逛街 我说知道了 你去吧 结果我就往回走 因为我很累嘛 我就想回家休息休息 结果啊 我一回家的时候 我就看床上 有一堆叠好的衣服 还有一堆 没叠好的衣服 我看了一眼 我就心里我就有一个画面感 什么画面感啊 就是灰灰 叫他去逛街 他这个时候正在叠衣服 因为他叫他出去玩 所以衣服我叠到一半 我不叠了 然后放在这 然后着急去找灰灰去 当时我就会觉得说 你就那几件衣服 你叠完你再出去 你能怎么样 就是至于就是这么急迫的 就是出去出去玩吗 你知道啊 就当时我就会觉得说 一方面是生气 一方面觉得挺好笑的 就是至于吗 你至于这么着急出去玩吗 对啊 就是后来 后来只要有一天 后来有一天 也是他们出去玩 他们出去玩 出去玩了以后 我就回到家里 我就看家里的水龙头 我就打那滴滴滴滴滴滴 就开始滴 我就觉得水龙头坏了 然后我就打算 我就去拿那个扳手 去拧一拧 结果我就顺手 我就摸了一下那个水龙头 结果就不抵了 就说明什么 他着急出去 然后那个水龙头 他都不关紧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 就是这个家好像就是 他就很急迫的想飞出去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 就是 哎呀 就是你说水龙头这个东西 你说你关眼了就好了呀 你知道 就是我当时就会觉得 哎呀 你们知道这种感觉 后来 后来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到第二个月了 到第二个月就是马上要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然后呢 因为他睡觉 后期他就睡觉抢被子 然后他因为他胖嘛 他比我胖一些 所以他开空调呢 就开的比较冷 我呢 就是习惯的是24-5度 他呢可能要习惯的是21-23度啊 之类的 反正就是差了几度的空调的温度 在这里我给中心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如果说你找男朋友 一定要找一个空调数字跟你相同 相同的一个人 要不然你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你会非常非常难受 因为夏天的时候 他有的人就开的特别的冷 结果呢 他这个人还爱抢被子 就因为他调的太太冷了 然后就感冒了 感冒了 其实我也 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我感冒了 我也就是自己称 我也不爱吃药的那种人啊 就是我习惯了 一个人生活习惯了啊 然后感冒了我也没说 结果呢 他那段时间还有点发情 就是我也能 我也能懂啊 因为毕竟就是身边有这么一个游物啊 就每天睡觉的时候 这么一个性感游物在旁边 肯定是会忍不住想怎么样 对吧 对吧 对 但是你们也知道 你们也知道就是 感冒啊 对 咱们感冒了呀 感冒了你说 我都表现的已经很难受了 咱们已经表现的难受了 但是他也感受不到嘛 因为我这个人也不说嘛 他可能也没感受到 他就摸摸索索 睡觉的时候他就摸我 摸我的那个brother 摸我的brother 然后就摸摸摸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 如果说他是持续的一种 那个状态的话 我就会睡不好 再加上感冒了 我就说 我就第二天我就挺生气的 我就说 你能不能睡觉的时候 别摸我 我说 我说你 就是不太舒服 我就挺生气的 因为真的 那段时间就挺累的 他表面上答应了 结果第二天晚上还是会摸 还是会摸 我也是挺没办法的 结果我就生气了 我说你能不能别这样 我说我都感冒了 你没感觉到吗 他说我不知道你感冒 我说那我现在说了 你能不能别碰我了 好不好 你让我睡一会儿 好不好 他就很失望 因为我也觉得 我说话比较重了 但是我确实已经忍不了了 因为别人一摸我 我就真的是 你想想 我的brother 支愣起来了 你说多累 对啊 他多累啊 你又感冒了 然后第二天你还有工作 我就真的受不了 嗯 就是咱们就挺过了 咱们感冒过去之后 啊 过去之后 咱们再怎么样 也行 但是呢 确实我俩在接触 这么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只发生过两次 啊 只发生过两次 可能对 对于一个年轻气盛的 一个年轻人啊 咱们说 确实有点不公平 但是确实那个时候 真的很累 嗯 结果好死不死 你知道吗 好死不死 晚上的时候 可能因为也是 最近一段时间 特别累啊 晚上的时候 我就梦见第三任了 然后梦到第三任回来了 然后就哭得要死 就是我就在梦里 就哭得要死 然后就哎呀 第三任就是 终于回来了 然后马上就要跟他在一起了 结果梦醒了 对 梦到第三任了 梦到浩浩了 然后我又看了一眼 就是我醒了以后 我又看了旁边的一眼的 这个小朋友 我就觉得他 我就觉得 我都感冒成这样了 被子又在他的那个胯下 真的不夸张 我都感冒成那样了 我一醒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浑身发冷 然后又看了一眼 他 他那个胯下 那被子被他骑着呢 当时我就会觉得说 哎呀 我怎么找了一个 不知疼 不知热的一个人 你知道吧 就是 我当时我就有一种 对 我当时就会有一种 就是说 过够了 就是会有一点的过够了的感觉 结果又过了一天 又过了一天 我觉得他 他那个 他就 我 我就 哎 反正就他在朋友圈突然写了一个计划表 写了一个计划表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好好生活了 我每天12点起床 咱们12点20分 咱们去遛狗 13点咱们吃饭 14点至15点咱们去锻炼身体 15点至16点咱们去游泳 这大概就是一个作息表 我当时看到以后 我还真的是挺欣慰的 我说 哎呀 终于咱们有点上进心了 咱们说 咱们真的有点上进心了 不像那个时候 他天天在酒吧里喝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他每天就喝酒有点上瘾了 然后有的时候 既然还会要学出烟 我因为这个事 我还把他骂了 我就觉得 哎呀 终于咱们认真生活了 嗯 我就挺欣慰的 嗯 他就说 那个晚上的 11点 以后要睡觉 嗯 怎么样 反正就大概的一个 作息时间 它是列出来了 结果晚上 晚上我就 我就欣然的 我就睡着了 我大概两点多睡的 那个时候他还没在睡 结果我就半睡半醒当中 五点多醒过来的时候 他还在刷手机 当时我心里就在想 我看你第二天 你12点能够起来的 果然 这咱们说 果然的 咱们说真的是果然 咱们就什么叫 什么叫果然 哎 都是预料的啊 果然 咱们没有起来 没有起来 然后我起来了 因为你知道就是 我一般 那段时间就是因为 装修也很忙嘛 然后工作也比较多嘛 我每天基本上都是12点 我12点半醒 然后我就要去店里去忙 因为买了很多新的东西 包括沙发什么的 就是那段时间我直播 大家也能看见 就是我们买了一批新沙发 都是我一个人在忙 我这个男朋友 当时的男朋友 我也不是说人不好 但是我会觉得说 我12点起来的时候 可能是他睡得正香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叫他 而且那些都是体力活 他一个小孩 我也不忍心叫他 那段时间你们 你们看我直播的话 都知道就是 大沙发就是我自己弄 我就弄 弄完了以后 我 因为那段时间 我们吃饭都不在一起 因为你想想我12点半 我就要干体力活 我可能就是 我12点我就得自己去吃 然后他下午3点多 他才起来 吃饭也不在一起 然后我经常是忙到了 四五点钟 我就是要忙和晚上的营业 这个时候 他才开始吃外卖 我受不了 我就说 我说那咱俩 别在一起了 我说别在一起了 我说真的是 哎呀 我说我也想改变你 但是我又觉得 我没有权利去改变你 我说真的是 和他不太合适 他说好 我知道了 我说那你 那你下一步什么打算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找工作 怎么样的 然后后来突然就 就要搬 搬离我家 要搬离我家 我说你没地方 你可以去那个小屋 就是我现在这个屋子 我说这里也有床 我说你实在不行 你在这水也行 不用 然后我就以为 他要去搬到哪去 他说宿舍还有地方 我搬宿舍去 我心里在想宿舍 他妈的不是也是我租的吗 你过来这套干嘛 就是他租的点 就真的是让我会觉得说 哦 那你搬到宿舍去 你就觉得你 你怎么样了吗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 非得要搬到宿舍去 我说那行吧 你去搬吧 对你就搬吧 那个那个 然后就搬走了 我说那你的宿舍没有被子 你从这儿打点 他说不用 嗯不用 然后那个 就搬到宿舍去了 对 然后后来 呃 就是 搬到宿舍以后 剩下我就不讲了 那段故事我就不讲了 反正就是后来我们就没有在一起了 没有在一起 然后他就跟别人说我是个渣男 嗯 他就跟那个他身边的朋友和 和那个就是 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我是渣男 我听到以后我也不生气 确实我做的也有点炸 啊 我说是在我做的也有点炸 因为在年轻的小朋友 呃 眼里我这个人就可能比较冷血 嗯 比较冷血 然后又就明明不爱他 然后就是 呃就是 支持他做了两个月的工作之类的 啊 然后他又 呃 要把这两个月的钱转给我 我说不用了 我说三个月钱还是两个月钱 我忘了 就是把那个一万多块钱转给我 我说不用了 我说你留着吧 我说你也没什么钱 后来他通过朋友 要到我的支付宝账号 把这个钱转给我了 因为大家知道支付宝账号 就是说你转钱了 其实就到账了 就是他不用点那个 就是收 收钱 就直接你转过来 他就到了 然后当时我其实还没察觉 因为 我不 我用支付宝 就是 几乎很少人给我转账 都是我给别人转嘛 然后我就说我不收这个钱 然后结果其实我收了 我都不知道 啊 我都不知道 后来 就是 就是他朋友就问我 因为他那段时间 他过得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他国庆期间 他就回老家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捧 他有一个闺蜜 就总来我这喝酒 然后他闺蜜就问说 呃 那个 你跟那个小龙分了 我说 我说对 就接触一下 不太合适 他说啊 小龙说你是渣男怎么样的 我就笑了 我说 他还说什么了 因为我其实我不意外 因为我觉得他会很恨我嘛 就这个小朋友肯定会恨我 然后 嗯 我说 我说 他说什么了 他说 那个 就说你 一开始对他很好 后来对他不好 然后总凶他 总管着他之类的 嗯 然后就 我觉得那天就跟他喝酒 结果晚上的时候 他也喝多了 我也喝多了 然后就是 我就回家了嘛 回家以后 然后他就 他说啊 没喝够之类的 就想约我再出去喝 我说不出去了 我说你要想聊天的话 咱俩就语言聊会天 结果我就跟他语言聊天 然后他就又说起这个 就是说 嗯 问我 我问我怎么回事 我就跟他讲这些故事 因为 呃 有很多细节 他都是跟他闺蜜一起经历的 就比如说 就是他 他那一次去酒吧 是因为这个闺蜜 要带他去酒吧 所以我跟他闺蜜去聊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闺蜜 就能对上这个时间 他他闺蜜听完了以后 就就非常认可我说的话 然后也 也不 绝对不会怀疑我 这是在撒谎 因为时间线 事件都能对得上 所以他闺蜜听完了以后 会觉得说啊 这个事确实是小朋友做的不太 不太好之类的 就 就能体谅我之类的 我说 哦 我说 我说那就行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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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 结果第二天 见鬼的是 第二天 他这个闺蜜跟我表白了 我承认他闺蜜也是我的菜 但是 你知道这种感觉 就是前任死了 没没过头七呢 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 就是 你起码等他烧完头七了 对不对 就是 我怎么可能 你知道吗 就是 对 会有这种感觉啊 对对对 就是 我就一直躲着这个 躲着这个 他这个闺蜜 但是说实在的 他闺蜜确实是我的菜 我真的想 我真的 我也想冲破 那个束缚的枷锁 道德的 就是 就是 道德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 不是 现在 那既然就是他 他分就分本 那我就跟他闺蜜在一起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说实在 我为什么没有 我不是说不喜欢他这个闺蜜 我是会觉得他闺蜜 这件事情有点恶心 你们能懂吧 就是 我觉得就是 你作为我 接触的小朋友的闺蜜 你不可以做成这样的这样的事 你们懂吧 你们懂吧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事 你做的就不地道 能明白吗 就是这个事不地道 第二点呢 我是会 我是会考虑到这个小朋友 我也没那么圣母啊 我也没有那么就是白莲花 我也没有就觉得这个事不好 但是我确实会觉得 我接触这个小朋友吧 他除了不懂事之外 他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 就他可能不懂事实 不懂情商不太高 但是他这个人 人癖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不希望就是说 因为 因为就是那个他闺蜜 跟我在一起 然后让他质疑人生 因为24岁的小孩 刚跟自己的前人分手 这个时候闺蜜 跟他在一起了 你想对于一个24岁的小孩 这件事情会造成 他心里的一个怎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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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一个影响 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事情 一般的小孩是接受不了的 对 因为那个小朋友就24岁嘛 我就没 我就没同意 那我就没同意 那 就后来呢 欲演欲练 反正这个事啊 我就我就不多去分析了 因为涉及到很多人 这个故事真的好大的一张网 就你知道吗 就好大的一张网 咱们就是说 设计的东西太多了 后来就是 哎呀 他跟另外一个人搞了一起了 哎呀 不说了 咱们就说 24岁这个小孩 就是咱们不说了 但我始终就觉得 这个小孩人挺好的 但是只是会觉得说 哎呀 就是他 他做的事就是 确实让我挺尴尬的 然后 相信别人不相信我 你知道就是他闺蜜 后来就是 我拒绝 我拒绝他闺蜜了 我其实也没拒绝他闺蜜 就是因为我怕拒绝了会很尴尬 结果他闺蜜跟我表白以后 然后我就没回复 结果第二天他闺蜜又来了 然后就 就问我说 为什么不回复他 我说 我说太晚了 怎么样呢 而且我会觉得说 哎呀 那个 有些 有些事情 就是 咱们就是 冷静处理 他闺蜜其实就知道了嘛 结果后来又一段时间 这个小朋友一直都没找到工作 跟他这个闺蜜合租了房子 结果有一次呢 他闺蜜就是 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那意思就是说 在外面喝酒呢 我就说 那个 在哪喝呢 为什么不来酒吧喝 我就开玩笑 他们说 外地来了朋友 说那个 招待一下 我说 我说都是谁呀 因为他们喝酒的圈子 其实我都知道 都是小朋友嘛 他说 哎呦 那个 那个小朋友 我说 哦 我说 那他还好吗 他说 不太好 因为没找到工作 然后一直 住在他闺蜜那儿 然后 都是他闺蜜 负责他的 就是 生活的一些费用 我说 哦 我说 那他为什么不找工作 他说 再找呢 我说 那行吧 结果 他就说 他们喝多了 我这个时候 就拿起手机 我就给那个 就是那个小朋友 因为那个小朋友 给我转过 支付宝 给我转过钱嘛 所以我就给他 转了5000块钱 我就给他 转了5000块钱 这个时候 就转钱 这个动作 恰好 这个闺蜜还看见了 这个闺蜜就说 哟 你还给他转钱了 怎么样的 我就没 没搭这个枪 因为我会觉得说 作为前人来讲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小朋友也不容易 我就转了5000块钱 啊 就是 就是 我就转了 然后 结果后来就让我挺气愤的是 这个小朋友居然没有回应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 比我们正常的 就是 人的习惯啊 我不是说这5000块钱有多重要 就是宝贝们 你们知道 就是其实我 我作为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5000块钱真的不多 但是呢 就是我给你转这个钱 你起码就是 哪怕你傲娇一下 咱们就说你傲娇一下 就比如说别人给我转钱 比如说我的前人给我转钱 我看到了以后 我肯定会说 你给我转钱干嘛呀 我不需要 或者我会说 什么情况 转钱转错了吧 或者说 有事吗 就是我会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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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言语一声 他没有 对 他没有 就当这个事 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就没有 就是这个事 就是石阵大海一样 我说 这是怎么情况 对不对 这是怎么情况 就是他没有直升 对吧 他没有直升 对 后来就是 反正他就跟了一个 特别不好的一个人 然后满嘴谎话的人 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人是满嘴谎话 而且那个人还跟我有关系 然后 他毅然决然的 跟那个满嘴谎话的人在一起 身边的朋友 劝他都不行 他闺蜜劝他也不行 我劝他也不行 谁劝也不行 然后后来把我拉黑了 跟那个满嘴谎话的人 在一起 在一起了 就会觉得我管不了 我管不了 你们知道我管不了 我会觉得 我养了一个儿子 我承认 我也觉得说 这个儿子 真的宠一宠 无所谓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我养了一个逆子 就是 不听话 主要是不听话 你就是 你就是说你前任 对不对 你前任 他能害你吗 而且就是这么多年 其实我这个人吧 就是我是不爱说谎话的 可能就是我在讲述这个故事 可能是时间线 我会理不清 但是 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根本 我会原原本本的去讲 包括就是他 他跟这个满嘴谎话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跟他对这个时间线 我说这个人在说谎 他也不相信我 他会觉得那个人对他好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说那个人给你转过钱吗 我说我给你转钱 你为什么连言语一声都不愿 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 然后身边的人都在说 说这个人是满嘴谎话的人 因为大家都看出来 就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人是满嘴谎话的人 他自己就跟中了魔一样 对就这种感觉 然后就说 然后后来他还把我删除了 删除那你删除吧 我这真的是 对 我觉得真的是逆反心里 就真的是逆反心里 我倒不是说我全都是对的 小伙伴们 咱们说我其实也不是就是说 就是全是对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 就是三观我这个人还比较正一些 就是咱们该大地是大地 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起码就是 你不能找一个满嘴谎话的人 你可以找一个就是说 那个什么你不爱的人 或者怎么样的 人对你好的人 你这满嘴谎话 对不对 分手了还可以做朋友吗 我是可以的 但是我的前人们都非常恨我 确实后来他们就说 就是说我是渣男的时候 我就没事我就翻了一下 我跟别人的聊天记录 就跟那个小朋友的聊天记录 然后我看了一下 前面确实对人挺好的 后来就是说 你在家吗 帮我送个东西过来 还没醒啊 都我吃不吃饭 不吃饭我自己吃了 你知道就是 真的我能感受到 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心理变化 我确实会觉得说 刚开始拿人当个宝似的 后来就是 拿人当个那个 就是当一个就是助理 我确实这段感情里 我也做的不好 我说实在的 就是人家骂我渣男 我其实我承认 就是我会觉得 我真的做的也不够好 因为我后期我就对他不满足了 我就对他不满意了 我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能再上进一点 你为什么不能做个老板娘呢 你为什么要天天跟员工 在那块打成一片呢 为什么员工聚餐的时候 你要跟他们去 员工都不叫我 就是我会想很多东西 就是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店里的员工 他们私底会聚餐 但是他们从来不叫我 真的是老板啊 老板跟员工 就是没有办法特别亲近 而且我在工作上 我是比较严格的人嘛 所以他们就经常带着 那个小朋友一起去聚餐 没有我 对没有我 当时我就在想说 那我不去 你为什么要去呢 就是就会有一种感情 就是说 哎呀 就你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 对就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 后来我就觉得 确实自己也有一些问题 所以感情 我个人就会觉得感情 没有绝对的对错 没有说什么好坏 只是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 包括每谈一段感情 我都觉得是我在成长 呃 现任 现任 我会觉得说 我们同样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 可能现任我要付出更多一点 才能去维系这个关系 但是我也心甘情愿 因为 现任确实也挺好的 挺优秀的 所以就在感情里 适当的事是弱呀 然后就是 就就就就妥协 我觉得其实是必然的 那所以现在 你看我最近又又在网上买了一些东西 因为现在疫情嘛 买了一些东西 我就开始自己 呃 想给男朋友去做做饭 呃 可能他不需要啊 但是我想着说买了一个保温盒 买了一些调料啊 我就想着说他每每每每天中午 我能给他送一下饭 嗯 送一下饭 对 就是 我我其实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要求我一直给他送饭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 我要让他感受到就是我在这段感情里 我是在付出 我在努力的去爱他 因为其实那个小朋友就没有感受到我对他的 也就是付出之类的 所以我不觉得说 哎 感情里你可能心里对对方好 但你一定要表达出来 所以这一任我就得去努力的去表达 啊 努力的去表达 所以就是想做做饭啊 然后就买了一个保温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保温盒啊 所以就是恋爱其实真的会让人成长 所以感谢每一段感情里的前任们啊 虽然说你们真的挺恨我的也也不希望跟越来越红的百里头都在一起了 我我我我觉得前任们也是有点自卑吧 毕竟就是越来越性感越来越 对好嘞 咱们说什么啊 咱们就说啊 咱们说就 好了啊 希望希望我的前任们不要恨我啊 就是 就我觉得男人 男人 男人就是男人 咱们不说 就不想说了啊 咱们就 几个前任了 我现在如果不算这个小朋友的话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严格意义上不算我其中一任 因为才接触了两个月不到啊 然后发现不合适及时的停止了 我觉得这不算一任啊 这不算一任啊 那我现在其实加上现任一共是五任了 嗯 两个月也算啊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可能两个月的就就还挺多的啊 就就我我我会觉得就是 哎呀 有的人就说我乱怎么样 就是确实啊 咱们就是好看的人和不好看的人 就是真的是没没办法一样的生活 你知道就好看的人真的是 呃 就是就是哎呀 感情自己来 不像你们还得去不拉地啊 就通过一些社交才能有啊 就是我 就是哎呀 桃花啊 就是一揍一揍的 就咱们说啊 遇到不合适的还完全没有完全在我确实也是会这么觉得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我可能接触两个月我觉得是嗯不算是一任呢 因为两个月其实是在互相了解彼此的一个过程 包括其实我我现在跟现任在一起的话我我依然会觉得说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就是但是现在我真的拿现任也是没办法 你就比如说最简单一个例子 我现任呢 总加班 你们能懂吗 就是我现任总加班 也就是我第五任 他总加班 加班意味着什么呢 加班他就意味着 十点下班 他每天要十点下班 十点下班的时候 因为他他知道我喜欢瘦子 他就觉得自己很胖 他要去健身十一点 十一点以后呢 他可能就不愿意动他了 他就不来我这住 你知道就是刚在一起的人啊 如果说你不来我这住 我就得打FJ 我打FJ的话我肯定会睡不好 睡不好我心情也不好 心情不好 第二天如果说你再去加班 再见不到 我就觉得你不爱我 就明显就是不爱我 你知道那就出问题了 对啊 就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又不见我 那你就是不爱我 那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粘呢 对不对 长得好了没有 是不是啊 所以说就是 我其实有 就是我会跟很多身边的人说 我说 其实跟第五人在一起 是最有 最有那种恋爱的感觉 就是无能为力的感觉 嗯 就是被别人治的BF的 你知道就前 前 前几任啊 我都是那种无能为力的时候 我就放手了 我就是高傲的放手 我就高傲了 我就是冷漠 我就说分就分 在被窝里哭是我 但是潇洒 挥挥手也是我 所以我就不在乎 但你知道就是 30岁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真的是你没有权利 你没有资本去轻易的 跟别人说 那个no say low 你say low 你不行 你没有资格say low 就是咱们说 有人治你 嘿 咱们就是得 得大声的 就是告诉他 我不怕 啊 我就勇于向前 嘛 就是 对 被拿捏 对 就所以就现在 就会觉得说 好吧 再磨合磨合 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 你知道吗 我就不信这个鞋 啊 就是 现在其实每天也生气 但是会觉得说 哎呀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30岁的感觉很大 你知道吗 就是30岁的 30岁的感觉就是 就是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会 总打FJ吗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会 总打FJ吗 因为我会觉得 如果你不打的话 咱们没有人跟你发生 实际的行动 就是你30岁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什么都是成本 你相信我店里 我要养八个人 我至少要养八个人 就是服务员店长 然后什么什么 各个 就是 就是 就是职位的人 我要养八个人 每个月我工资就要开 就几万块钱 然后我在家房租 电费 这个时候 我能花点钱去南山 去见个人吗 你知道吗 我这边要去南山的话 就得100多块钱 回来就得200 开个房呢 得600 加起来就是800 800这个时候 万一人家要是一个 风险人物 或者说 咱们说要是一个 工作人员 咱们是不是被得额点 咱们至少得准备 2000块钱过去 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成本呢 咱们就说 你就说 是不是这么回事 南山的朋友 你们能感受到吗 嗯 你们能感受到吗 就是这个年纪 你真的就是 虽然说他 不一定 他是一个骗子 啊 不一定他是骗子 但是咱们得准备好 万一人家来一个 服跳 服跳墙去了 万一人家来一个 仙人跳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你不给钱 咱们就怎么着啊 咱们就 对不对 对啊 真的是这样 啊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这个时候 最简单的方式 咱们最环保 最节省的方式 就是咱们打一个FJ 咱们打一个FJ 嗯 咱们 咱们可以在网上 啊 花点钱 咱们买个视频 啊 咱们多次的翻翻看 啊 就就是这样 啊 就是咱们就是得打FJ 你们真的不懂这种感觉 嗯 对 好了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啊 就是越说越离谱啊 咱们直播 就是千万大家 就是看直播 就是图一个乐呵 大家千万别上升到 呃 就是人品这一块 因为我没有 就是 就咱们说就是 看我直播 咱们就是一个开心 嗯 咱们千万别就是上纲上线了 因为百里屠夫的名声 其实也一直都不好 就是 say low 就是 对 咱们say low 啊 咱们say low 就是跟那个就是上纲上线 咱们say low 好吧 咱们不要say low 就是 对 就是开心就好 直播其实就是这样 开心就好 就是 嗯 别别拿那个距离的人物 跟我去对 对对照 因为我其实现实当中 大家 就是熟悉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是一个一 嗯 都知道我是一个一 就是 我只有在一段感情里 我做过零 剩下 就 这五段感情 我只有一段感情是做零 啊 那咱们说那段那段感情 咱们也就是不想提及 啊 咱们就其他都是一个一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千万别因为我演演技好 咱们就觉得我生活当中是那个零 好吧 对 好了 嗯 就是 千万别别误会我啊 哈哈 展开说说不说了啊 就是太晚了 1点09分了 大家早点休息啊 最近可能会烦到大家 我可能要回带货 因为疫情的情况啊 可能店里 最近会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 我得想办法养这个店里的人啊 可能我要去做一些带货 然后卖卖年货啊 卖卖袜子啊 咱们慢慢那个就是可以卖的东西 什么瓜果蔬菜 咱们慢慢那个 旺旺雪饼大理包之类的啊 咱们就可能卖卖这些东西啊 咱们就是有值班年货的 或者说咱们送男朋友的啊 没有男朋友 咱们送那个就是野男人啊 咱们做个冤种啊 咱们就是咱们就说哎 一起买起来啊 衣服就算了 衣服就是龙二在做 我就不想跟龙二就是产生 就是对立的一个关系啊 因为我觉得龙二不一定能卖得过我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的直播的风格可能是更更轻松一点 啊 relax啊 就relax一下啊 就咱们说 啊 咱们就是啊 就是还是希望龙二能够专注去做他服装 这个我真的 我其实这么多演员 我其实比较认可的就是龙二 也不能说最认可 我就比较认可的是 我最认可的其实还是我的闺蜜嘛 就是我认可的 就是我 我其实这么多演员 我最认可的是小薇 因为小薇 她是一个非常有正事的人 而且现实当中也是我的一个闺蜜嘛 我们三观也比较合 所以 小薇做什么事情 包括小薇以后会经常会出现在我的剧里边 这是我首先要保证的 第二个其实就是龙二了 龙二其实也是我非常非常认可的一个演员啊 咱们就是这两个人 我其实非常非常认可的啊 就是我会首先保护这两个人 其他的演员 咱们就是咱们就是看表现吧 因为真的 有些演员其实 做的一些事不是特别光彩啊 我也不去扒他们了啊 就是 对 其他人其实 就是 私底下会做一些sober事 我也不去 不去渲染了 我也不去 就是 就说太多 咱们就是日久见人心啊 就是咱们说什么 咱们就是 因为我 我个人会觉得说 就是演戏 和做人 其实 大家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这个怎么样 但是呢 其实你 你逐渐的 你要是真正的去观察一个人 你就会观察出一些问题出来 啊 咱们就是咱们就说什么啊 我就不说了啊 咱们就是 直播间里也不是说人坏话的地方 咱们现实当中在说 啊 好了啊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啊 咱们就到这里了 大家早点休息 嗯 咱们早点休息 咱们say low 跟熬夜say low 就 好嘞 拜拜 拜拜 轻松 开心就好啊 咱们就开心就好 我现在 谈恋爱 我 我真的那句话 我非常认可 就是爱 就恋爱的人 爱全世界 呃 希望你们也能恋爱 但我觉得恋爱很难 对 大家又 要 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 嗯 准备好失恋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现在 就是 嗯 也很忐忑 对 如果说 我真的就是 如果我真的就是 如果 就是 可能 就是 就是 好了 拜拜 赶紧下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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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二哥可爱 我我承认 啊 就是你们现在就是 嗯 就是 就就看出来了 其实我跟二哥走的不是一个路线 啊 就是我可能是走的那种猛男的路线 就非常的 爷门儿 啊 二哥可能走的是可爱的路线 啊 真的不是一样的 嗯 就对于我们这种爷门儿 你看就是 爷门儿的一些演员都不红 你比如说 真子丹呢 赵文卓呀 他俩好像死对头吧 哈哈哈哈 对爷门儿啊 咱们就是 来 say love 就是说 嗯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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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